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可见我们北台中的弟兄姐妹很渴慕追求查考道理 那我们的负责人也非常的用心有计划 在安排各样的专题讲道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那今天晚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 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认识神 那我们说我们认识神 是不是信主了就认识神了 是不是有来聚会就认识神了 是不是我热心在侍奉神 有在服侍就是认识神了 什么叫做认识神 小弟就根据我查经的心得信而体会 就这个主题 分几个段落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第一点 我们来探讨 信主了就一定认识神吗 信主了就一定认识神了吗 我们看创世记 二十八章十六节 创世记 二十八章十六节 十六节 雅各睡醒了 说 耶和华神正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雅各从小就信主 相信他的爸爸从小也带领他来敬拜神 他的爸爸是以撒 那以撒的爸爸是亚伯拉罕 圣经记载亚伯拉罕 无论到哪个地方都主坛献祭 那以撒 他的生活也是这样 他也是受到他爸爸 这个信仰的影响 所以以撒的人生 也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但是 这个以撒的 这个儿子雅各 他竟然对神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认识 我们看 创世记的二十六章 二十五节 创世记二十六章 二十五节 以撒就在那里 足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仆人便在那里 挖了一口井 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 雅各的爸爸以撒 他的生活的一个次序 他生活的一个次序 第一个 他先足坛求告神 第二 再来支搭帐篷 第三 再来挖水井 老实讲 我们一般人的次序会颠倒 一定会先挖水井 没有水怎么活下去 特别对他们游牧民主来讲 这个牛羊要吃草 牛羊要喝水 所以水对我们人生活非常重要 人的生命三要素 阳光空气水 所以这个水一定要先解决 再来在支搭帐篷 住的地方要先解决 解决完之后我有时间 我再来敬拜神 一般人的次序是这样 但是以这个以撒的次序是 先把神放在最前面 足坛献祭敬拜神 再来支搭帐篷 再来挖水井 你们看 这个以撒他每逢挖的水井 都是活水井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次序 好 那雅各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长大 照理讲 应该他要跟他爸爸一样 但是这里说 雅各说神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那可见他对神还不是很清楚 很认识 他以为他所敬拜的神 耶伯法真神 只是一个区域性的神 现在他已经离开迦南地了 要往他母舅拉班那个地方去 到了野地 这个地方太阳西下 他一个人孤零零的 独自在野地的地方 在那边住宿 他觉得他非常的孤单 非常的无助 非常的无奈 结果神知道 他现在的心境 所以神主动向他显现 让他做异梦 让他知道 你不孤单 我跟你同在 所以雅各睡醒之后 他讲的这一段话 神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所以不是从小信主 就认识神 就非常清楚 知道神 信仰是要在生命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去跟神建立 亲密的关系 信仰是没办法移转的 当然我们的父母亲 带领我 带领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要追求 不然只是 这个是神 耶稣 只是阿公的神 爸爸的神 好像跟我有关系 又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有些 这个孩子 他出外去读书之后 就没去教会了 那有些父母亲说 我们这个孩子 还没有出去读书 都还没有出去工作的时候 都有在聚会 也当教员 都有在服事 怎么出去之后 就没有来教会聚会 没有在做圣工呢 怎么会这样子呢 没有错 因为他的信仰 没有真实的建立自己的信仰 那时候是 爸爸妈妈带他 在家里 有人催促他 现在出去 没有人催促他了 他自己会来吗 他会主动参与圣工吗 所以不是从小 信主 就认识神了 像雅各一样 我们再看 撒末记上 二章十二节 撒末记上 第二章十二节 撒末记上 第二章十二节 十二节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二人 不认识优法神 这一段话 比 刚刚我们看的雅各 更夸张 这里说以利两个儿子 以利是祭司 他的两个儿子 也是祭司 照理讲 祭司是最认识神的 为什么 因为祭司是在教导百姓 怎么认识神的 在教导百姓律法的 照理讲 他们是最认识神的人 而且 他的爸爸是祭司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传道两个孩子 不认识神 执事的两个孩子 不认识神 长老的两个孩子 不认识神 这非常夸张 非常的讽刺 这里特别说 他两个儿子是二人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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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们真的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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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告诉我们 他们两个人 藐视神 不敬畏神 不尊重神 虽然 从小信主 虽然 也在会目 服侍神 竟然 服侍神的人 圣经这样描写他 他们是二人 他们两个人 不认识 神 为什么 因为圣经有讲 这个以利尊重 两个孩子 过于尊重 神 太溺爱 两个孩子了 虽然 这个孩子 从小 就在 这个信主的家庭 长大 但是 没有 要求他 太疼爱 他们两个人了 所以 以致造成 他两个孩子 虽然 认识神 虽然 也在会目 服侍神 但是竟然是 藐视神 不敬畏神 不尊重神 所以 不是 从小信主 就认识神 也不是 祭祀的儿子 就认识神 我们继续看 以赛亚书 一章第二节 以赛亚书 一章第二节 第二节 天啊 要听 地啊 赤而而听 因为 耶和华神 说 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 养大 他们 竟 悖逆我 第三节 牛 认识 主人 驴 认识 主人 的 朝 以色列 却 不认识 我的民 却 不 留意 这里 好像这个 法庭的一种 画面一样 天上的神 在那边 要这个天地 来做见证 做见证 天啊 要听 地啊 赤而听 神这样说 我养育儿女 长大了 他们竟然 悖逆我 不听我的话 不尊重 我 藐视我 父母亲 将儿女养大 儿女 应当 要听从 父母亲的话 尊重 父母亲 孝顺 父母亲 奉养 父母亲 这是理所 当然的 因为 父母养育 之恩 父母为我们 付出 牺牲奉献 所以 儿女 体会 父母 父母的心肠 一定会 尊重 父母亲 一定会 听父母亲的话 但是这里 神说 以色列百姓 竟然 悖逆神 好 第三节 神用 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说 牛 认识主人 驴 也认识 主人的草 这个动物 都知道 感恩 动物都知道 谁 每天 来 养育他们 给他炒吃 喂养他们 如果 我们家里 有养宠物的话 谁 每天在养他 这个 这个 这个动物 狗 猫 鸡 看到主人 这个每天 在喂养 他的人 他都知道 他就开始 咬尾巴了 他 他知道 他知道 谁在每天 照顾他的 神说 以色列 却不认识 我的名 却不留意 人是万物之灵长 动物都知道了 动物都知道 谁在照顾他 谁在爱护他 神的儿女 竟然 不认识 养育他们 长大的神 悖逆 养育他们 长大的神 就是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 为什么呢 这里特别神说 我的名 不留意 留意的意思 就是 不会分辨 不明白 不会思想 他也讲得 比较传神 说 做人 如果不想 就不真正 不会思想 不会思想 对啊 我能长大成人 自然而然 就长大成人吗 我们 从小 我们父母亲 把我们拉拔 长大 父母亲 为我们 牺牲奉献 养育我们 所以想到这边 哇 这个父母亲的恩情 何等的大 比山高 比海深 所以一个会思想的人 思恩的人 一定是感恩的人 感恩的人 一定是报恩的人 怎么会认为理所当然呢 不会啦 知道父母的 这个恩情 所以从小信主 就认识神吗 主耶稣 拯救我们 而且照顾我们 帮助我们 走到如今 是理所当然的吗 所以保罗 在哥林多签书 十五章的第十节 他常用一句话 来提醒自己 主的恩典 不可以忘记 他说什么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 才成的 这句话就是 保罗人生的座右鸣 他常常用这句话 来提醒自己 督促自己 不可以忘记 神的恩典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吗 是我比别人更幸运吗 是我比别人 更有智慧 会更有能力吗 付出更多吗 才有今天的我吗 保罗想一想 不是 是神的恩 才有今天的我 所以一个施恩的人 绝对是一个感恩的人 一个感恩的人 一定是报恩的人 他会对主耶稣的恩典 他会对主耶稣的恩典 念念不忘 会纪念主耶稣的恩典 好 这是当时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讲的一段话 他说有人不认识神 有人不认识神 为什么这些人不认识神 保罗在这边提醒他们 警戒他们 说你们要行物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为什么 三十三姐所说的 你们不要自欺 烂交是败坏善行的 原来 他们的信仰偏离了 他们的信仰受改变了 为什么 烂交 烂交 就是不当的交往 不当的交往 就是受到那些传异端的人的影响 就是跟那些传异端的人在一起 久久之就受他们的影响 他们信仰受到什么影响 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吗 哇那就很糟糕了 我们信主就是等待这一天 末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末日号筒吹响的时候 在主里死人的人 首先要复活 那时候还存留的人 就要直接升天改变 在空中与主相会 就是死人复活 要得到永生 怎么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 原来 他们受到影响了 我们看15章12节 15章12节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 原来他们不当的交往 他们跟这些传异端的人 交通 结果 这个不知不觉当中 他就受到影响 信仰就摇动了 没有死人复活 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信仰就垮掉了 保罗说 那我们就忘做见证了 那你们的信也是枉然 那如果我们信耶稣 只在今生 有指望而已 那我们比众人更可怜 所以这边保罗说 你们有人不认识神 就是信仰已经受影响了 有些人信仰已经改变了 不认识神 我们再看 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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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这里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爱才能看出我们的信仰 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认识神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都称呼弟兄姐妹 就是一家人 平常我们都说要彼此相爱 但是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有些人说 那是他们家的事情 我们不要管太多 没有事情的时候 说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相爱 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要管太多 那是他们家的事 不是说有爱吗 不是说彼此相爱吗 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遇到苦难 遇到患难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 有爱的人才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第九节 神猜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第十节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这里说爱是什么 这就是爱了 耶稣基督 为我们 做了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个赎罪祭 这就是爱了 所以爱 就是要像这样 用神爱我们的爱 来彼此相爱 这才是真的认识神 所以不是信主了 就认识神 不是有来聚会 就认识神 不是有在服事神 就认识神 刚刚我们查考的 圣经的记载 我们就知道 不一定这样 就认识神 好 第二段 我们来谈 何谓 认识神 这个认识 要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认知 第二个层面 就是情感 第三个层面 就是行为 好 第一个层面 认知 就是知性上的认识 知性上的认识 比如说知道 明白 看得出来 第二个层面 这个情感的情面 就是感性的认识 第三个层面 行为 就是行道的认识 现在谈第一个层面 认知 知性上的认识 也分个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属世的认知 第二个就是属灵的 认知 我们看 马太福音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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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节 十三节到十五节 十三节 耶稣到了 该撒利亚 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 我人子是谁 十四节 他们说 有人说 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 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 是耶利弥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十五节 耶稣说 你们说 我是谁 好 这里是 第一个层面 属世的层面 耶稣特别问门徒说 人说 人子是谁 就是一般人的认知 一般的认知 所以门徒就开始讲 有人说 你是 这个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 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 你是叶利弥 有人说 你是先知里面的 一个 这是 一般人 对耶稣的认识 好 那我们现在 一般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 哇 耶稣 耶稣都是梦想的小孩 耶稣 耶稣就是 三大教主之一 甚至有人说 耶稣是新耶明书吗 这是 一般世人 对耶稣的 这个认知 属世的认知 好 第二个层面 就是属灵的认知 就是十五节 耶稣说 你们说 我是谁 好 刚刚是 人说的 人说的 一般属世的认知 说我是谁 好 那你们说 我是谁 你们到底认识神吗 认识主耶稣吗 好 十六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 西门八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 乃是 我在天上的父 指示你的 这个就是属灵的认知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那个西门彼得就回答 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就是弥赛亚 你就是救世主 那耶稣说什么 这不是属血肉的 这是 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 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父指示你 人有办法来认识 这个属灵吗 属灵的属灵 耶稣 就是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是第一属面的认识 第一个属面认识 知道 明白 看得出来 好 第二个属面的认知 情感的认知 就是感性的认知 我们看创世纪四章第一节 创世纪四章第一节 创世纪四章第一节 有一日 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痕 以下简略 好 这里说 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了 好 这个同房 这个同房 这个原文 跟和西亚书六章第三节 那你说 你们勿要认识神 那个认识 原文是同一个字 在这边翻成同房 这告诉我们什么 第二个属面的认识 就是感性的认识 就好像同房一样 非常的亲近 非常的亲密 这才是真正的认识 谁最认识我 谁在我旁边的我的太太 她最清楚我 最认识我 因为我们两个关系 非常的亲密 所以我们的认识 要从第一个 这个认知 认知的认识 然后进到 这个情感的认识 好像夫妻同房一样 好像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 那种认识一样 好 第三个层面 就是行为的认知 就是行道 行道的认识 好 我们看 哥罗西书一章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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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章第十节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其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的善事上 结果是 渐渐的多知道神 我从后面讲回来 这样就可以 渐渐的多知道神 知道就是认识 认识才能知道 所以渐渐的 对神认识 越来越深越清楚 为什么 行道 知道道理之后 按照道理而行 我们就从道理当中 更认识神 体会神更多 那体会神更多呢 我们更加会行出道理 行出道理 我们对神更加的认识 那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们就一直一直 不断的渐渐的多知道神 就好像 约伯就讲的那句话一样 我从前封闻有你 我今天 青年经 看到你 所以我们的信仰 就不断的进身 就渐渐的多知道神 真的是认识神 这是三个层面 什么叫做认识神 要这个三个层面 慢慢慢慢的进身 慢慢的进身 这样子 好 第三点 神要我们认识他 神要我们认识他 我们看和西亚书二章十九节 和西亚书二章十九节 和西亚书二章十九节 十九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期 以仁义公平慈爱 怜悯聘你归我二十节 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优华神 神要我们认识他 这里说 神告诉我们 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 这里说神聘我们 永远归他为期 就像刚刚讲的 那个认识 要像夫妻一样的 那种亲密的认识 神聘我们 永远为他的期 以仁义公平慈爱 怜悯聘我们归他 也以诚实 来聘我们归他 神这样说 这样 我们就必认识 神啊 就好像夫妻一样 一定自然而然 一定会认识啊 因为每天在一起啊 那么的亲密啊 没有任何关系 比夫妻关系更亲密的啦 更了解的啦 这才是真正的认识 所以神要我们认识他 因为神聘我们 永远为他的期 再来看耶利米苏 二十四章第七节 耶利米苏 二十四章第七节 耶利米苏 二十四章第七节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 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神要我们认识他 聘我们永远为他的期 那神也试给我们 认识他的心 神试给我们认识他的心哦 那如果没有呢 神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 神是创造者 我们是被造者 这是有差异的啦 神是属灵的 我们是属肉体的 我们怎么有办法去认识神呢 但是神要我们认识他 神试给我们认识他的心啊 认识他的心 好 这里说 神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做他的子民 最后一句话说 因为 神要我们一心归向神 神是我们这个心啊 就是要一心 就是要有心 用心 专一的心啊 有心 有心就能感受得到 有心就能体会得到 就好像 这个孩子 孩子如果对爸爸妈妈说 爸妈 我觉得你们不爱我呢 父母亲会听得怎么样 会苦笑 孩子跟我们讲说 我们不爱他 孩子说我们不爱他 就代表父母亲真的不爱他吗 没有 因为孩子没有感受到 为什么没有感受到 没有用心感受啦 没有用心去感受 去体会 当他用心去感受 他就有体会了 我爸爸妈妈真的非常爱我 他还没有感受到的时候 不代表父母亲 没有爱他嘛 一样 这里 神说 要我们认识他 神是我们认识他的心 所以我们要用心 用心 我们就可以体会 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好 第三点 来谈认识神的重要 为什么要认识神 第一点 认识神才有智慧聪明 我们看真言九章第十节 真言九章第十节 真言九章第十节 因为耶和华神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为什么认识神那么重要 因为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一个认识神的人 自然而然他是敬畏神的人 这是神的应许 认识神 敬畏神 神就赐给我们智慧聪明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 如果没有智慧聪明 我们是常会听到人家说 哎呀 这个人怎么做这种事情 怎么说这种话 实在是太没有智慧了 实在是太没有聪明了 怎么事情这样处理的 所以聪明智慧非常重要 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 因为 智慧聪明就决定 我们面对事情的态度 处理事情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有聪明智慧 来经营 来规划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所以诗篇90篇第四节那里说 求神赏识给我们智慧的心 让我们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 就是好好安排 规划自己的人生 让自己的人生过着 有益有价值 就是要智慧 所以求神 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 是给我们智慧的心 所以人要有智慧 智慧非常的重要 敬畏神 神就赏识给我们 聪明智慧 认识神就会敬畏神 第二个 为什么认识神那么重要 认识神才可以得到平安福气 我们看约伯记22章21节 约伯记 约伯记22章21节 22章21节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平安 与福气 是人每天在追求的 平安福气 也是人生活当中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我们看世上的人 都在追求平安 甚至一般民间信仰 都贴那个春联 贴平安 贴福气 而且都颠倒贴 什么意思 取那个谐音 平安到我们家 平安到在我们家 不要客气 到越多越好 可见大家都希望平安 平安就是人最基本的需求 没有平安什么都不用说了 没有平安 赚太多的钱都没有用 所以平安才是福气 平安才是赚钱 好 怎么得到平安福气 认识神 认识神 就得平安 福气就必临到我们 第三点 为什么认识神那么重要 认识神 才有永生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好 我们看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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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你所拆了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人知道 不是肉体的生命结束就结束了 人知道 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人会追求永生 所以你看 事实上不管什么信仰 他们就是要追求那个永远的生命 有些就是要借着修行 有些什么要借着什么炼丹 就是要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 因为人有永生的观念 圣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 神将永远的观念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所以人的心知道有永生 所以会追求永生 这里告诉我们 认识神 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了 就可以因为认识耶稣 得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 那永远的生命 这个就是认识神的重要 认识神才有智慧聪明 认识神才有平安福气 认识神才有永生 最后我做个结论 看和西亚书六章第三节 和西亚书六章第三节 和西亚书六章第三节 第三节 我们勿要认识耶稣华神 接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雀如成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干鱼 像滋润田地的春鱼 这里是天上的神 透过先知 在勉励当时的神的选民 告诉他们勿要认识神 一定要认识神 非常的重要 那怎么认识神呢 要接力的追求 如果没有追求 没有查考 我们就没办法认识 因为没有体会到 没有感受到 所以要接力的追求 认识神 后面就说 神对我们的应许 神的信实 他说 神出现雀如成光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神所应许给我们的 就好像那个成光一样 充满朝气 充满活力 充满希望 好像成光一样 神必领导我们 好像甘鱼 像滋润田地的春鱼 神的话 一定会实现 一定会领导 敬畏祂的人 好像那个甘鱼 好像滋润田地的春鱼 可以安慰人心 滋润人心 可以满足人的心灵需求 所以我们要认识神 竭力的追求认识神 以上是我们彼此的